首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黃銓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循環的泡泡 不要現現的眼淚 我要星星都閃耀 我有情婚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时装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烦恼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开心之过 我回来了 人知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 我们今天是和王主任一起回来的 三叔巨人会这么好客 单独哦 我们刚才在路上抓紧两个人 想要逼王主任的钱 幸好有武装员在 为了安全提前 我们一起送王主任回家 原来三叔你被人骗啊 而且还是这些小孩救了你 三叔 你怎么这么丢脸啊 你说什么呀 以我的身手 十个骗子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不过是不想伤机无辜 你知道的太少了 最近太多诈骗案了 哦 我最近也接到很多骗人的电话 反倒我封锁了所有的陌生电话 其实不需要这样 我推荐一个最新的APP给你 你看 我也装了这个APP 它会自动帮你block那些陌生电话的 真的 那我也试试看 不过我听爸爸说 那些通过打电话来推销的人 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我爸爸说 他有个朋友就是做电话推销的 哈哈 可以了 有时候电话一接通 接电话的人就会立刻说他是骗人的 他都还没说话 电话就被挂断了 这些小孩真是吵死了 我要去超市买些东西 这些小孩子是不喜欢吃的 嘿嘿嘿嘿 回到家里慢慢享受 等等 万一回去他们还在 不就会抢我的东西吃了吗 哼 干脆晚一点回去 先生 凭这张小票可以去那边抽奖哦 抽奖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奖 不过有奖抽 怎么能错过呢 人人有奖 百分百中奖 哇 有暴雨抽 幸好我来了 红色的 肯定是投奖 不好意思啊 先生 白色乒乓球才是投奖 红色的是小奖 大奖是暴雨 小奖应该不会太差 嘿嘿嘿 先生 这个是你的奖品 给 直接 还有这张表格 填寻您的电话地址 嗯 最终抽奖中了 就会有人联系您的 嗯 哦 对了先生 参加我们这次抽奖的顾客 现在还有特别的优惠 呢 这只家庭装的 建CC3000 平时卖10元 现在只要买两只 再多加5元 就可以获赠一个放盒 是不是很划算呢 这个放盒很好的 盖得很实 不会漏菜汁 看起来真的还挺不错的 嘿嘿嘿 只有参加过抽奖的顾客 才有这个优惠呢 嘿嘿嘿 现在 剩下很少了 那些小孩走了没有啊 三叔 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什么鬼鬼祟祟的呀 回个家用得着吗 哦对了 那些小孩呢 他们几个早就走了 好啊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哦 中奖了吗 中是中了 小奖而已 买两只银品加5块送个饭盒 这个饭盒很好呢 盖得很实 不会漏菜汁 再说 你这是被人骗啦 什么被人骗呢 5块钱一个饭盒 多划算呐 你先看看这个饭盒底部的标价签 哦 5块 是啊 5块 我那天在超市货架上就已经看到了 你还说什么要参加抽奖活动才有优惠 哦哦哦哦哦哦 那我不是被人家骗了 哎 谁叫你这么贪心的 别以为我会相信你啊 你们卖的那些鲍鱼都是素鲍鱼来的 你真以为我是傻的吗 我被人骗了很多次了 这就算多划算多便宜 我也不会信的 我回来了 哼 年轻人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骗人就是做坏事 做坏事就是做坏人 做坏人 爸爸妈妈就不疼你了 不疼你就 咦 挂我电话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黄妈妈 你和这些骗子干嘛说这么多啊 像我这样 接到这种电话先说她一顿 然后直接挂电话 你不还是经常被人骗吗 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呀 思思呢 她在饭厅那边包电话粥哦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我不和你说了 拜拜 黄阿爸 你回来了 思思 你每天都和柔柔在一起 晚上还打这么久电话 我不是和柔柔在讲电话 我是和那些骗人的推销员在讲电话呢 你和那些推销员说了几个小时 是啊 我听说那些骗人的推销员一天要打八个小时的电话 而我用了她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就减少了很多她骗人的机会了 嗯 你这样无非是想帮助别人 嗯 但是思思这些推销电话并不全都是骗人的 当然也有人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拿到别人的电话号码 从而向不需要的人推销不合适的商品 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人真的需要 虽然这些电话当中有很多是骗子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一概而论 哦 那你刚才接的电话是推销什么的呀 孕妇用品 孕妇用品 你也可以和她说几个小时 你又不是孕妇 孕妇用品我不可以用的吗 不是女生都可以用的吗 你们看看这本新出的杂志 上面有介绍新发售的纸币呢 而且还有样板看呢 哇 好漂亮啊 把这张送给我吧 送给我吧 可是你要用它来干什么呀 思思 是不是只要是我拿来的你都想要啊 因为我觉得好新奇 好漂亮 好有趣 好无聊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思思 那也是啊 你这么喜欢那就送给你吧 哈哈 谢谢花轮 哇 好漂亮啊 你就快要去上题课了 你快点去换衣服吧 哦 啊 等等我呀 哦 哇 看什么看 走走走走走 哎 哎 鞋带送了 哎 鞋带送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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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 哎 假 哎 假的 哦 你们这些小孩捉弄我 王主任 啊 原来你把我捡回来了呀 哈哈 我还到处找呢 谢谢你了 哈哈哈 王主任你真是大好人呐 哈哈哈 他们肯定是在故意捉弄我 我最讨厌别人惹我生气了 这个死死我一定会想办法计他缺点 这个死死我一定会想办法计他缺点 对 对 对不起啊王主任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啊 我在超市中了奖 是两罐鲍鱼罐头啊 你知道他们吃吗 那 这些鲍鱼是不可以直接吃的 要配点西兰花啊 冬菇啊 再加上 那个 我现在不就是打算去问萝卜糕怎么做吗 我 我的鲍鱼 他 是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啊 他 会还给我的 对吧 你说呢 都不知道是不是推销电话 先封锁吧 没想到原来中奖真的会有鲍鱼啊 寄给我的 尊敬的王坤先生 你在我们的活动中中中了头奖 由于多次吃店都没有人接听 而领取奖品的期限已过 我们已将奖品捐赠给慈善机构 我们对你的捐赠表是万分感谢 呃 电话呢 巴巴巴巴巴 是否解除封锁 你还用问啊 喂 我收到你们的感谢信了 我是不是中了头奖 啊 你一定是王先生吧 是啊 我们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 都打不通 你奖金又过了 所以 我们就将你的奖品 捐给了慈善机构 我的奖品啊 我最讨厌别认识我生气了 他会自动把你block那些陌生电话的 真的 那我也试试看 所以说 电话不要随随便便选择封锁 不然就会像他这样了 喵 GOLD 里头的空气 灑着方向味道 新的一天随着清晨 入主又来到 朋友们总说我爱笑 我又无虑自在 没发懒 心态好好 啊 转眼间快长大了 啊 想念每个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万万千我们都跨过了 多么骄傲 更像那 故事里面描绘的那个情依阿道 手牵手别走掉 手不足道 唱进这首歌调 这个天性歌的飘皮 却又不适合爱的味道 总爱说说想想 不见了东西吗 是啊 那个药质寇 我一直当他是我的好兄弟 从不离身的 这包薯片是限期限量的 那些简直 可是乖学生的象征吗 那片叶子对我很有纪念价值的 王主任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严重啊